菲律賓4號發生軍機墜毀 目前已知至少四十五死 數十個人受傷 軍方表示 機上大部分都是最近才 擷訓的聯合特遣部隊士兵 這架C-130運輸機 被發現只剩下尾端殘骸 機上載有九十六人 超過一半的人受傷送醫 不幸於命的人當中 包括三名在地居民 官員表示沒有恐怖攻擊的機像 一旦搜救行動告一段落 將針對失事原因展開調查 法新社報導 機上大部分人員 最近都才剛完成基礎 授訓 結業 這架運輸機原本在美國空軍服役 是今年一月美國政府 透過國防安全合作計畫 贈與菲律賓兩架運輸機的 其中一架 根據飛航安全網資料 失事的這一架一九八八年起 在美國空軍開始服役 公視新聞黃韻玲編譯